前阵子,41岁的刘女士,给朱舟市中心妇儿和薛琼主任,发来了一条报喜。 在恭喜刘女士的同时,我们来看看她这些年到底经历了什么。 四年前开始,刘女士每个月的大姨妈来之前一周开始到组后的一周都有一种痛不欲生的感觉。 她去过很多家,医生给出的诊断都是子宫腺肌症。 她试过这副小赌,之中药,之指痛骗,以为人热就过去。 然而妇通程度越来越聚,妇通时间越来越长,子宫也越来越大。 刘女士在37岁的时候几经生育的一孩儿,当时二胎政策还没有放开,她也不打算继续生育。 经过了好几个月的思想斗争,她决定把这可恶的子宫切掉,和大姨妈断绝关系。 在朋友的推荐下,她找到了徐穷主任,要求切除子宫。 结果刘女士的病例,薛穷主任仔细查看了她这些年来的纠正经过,并耐心地问了她一些情况。 此时,薛穷主任发现,她的子宫腺肌症诊断是明确的,但没有规范。 长期的病痛折磨让她产生了切除子宫的念头。 你才37岁啊,如果把子宫切了,万一哪天还想再生一个宝宝,可就没机会冷漠。 这样吧,我先给你制定一个规范的方案,如果效果还是不好的做子宫切出手术。 怎样? 徐穷主任把她的想法和建议详细给刘女士介绍了一遍,最终她接受了徐穷主任的建议。 就这样,刘女士按照徐穷主任的方案进行规范。 幸运的是,此方案有效,虽然未能完全缓解,但从此她再也没有出现过难以忍受的疼痛。 2016年1月1日,两孩政策的方开,看着邻居和朋友都生二胎了。 她突然也有了生育二胎的想法,而且徐穷主任告诉她, 怀孕后无来大姨妈,子宫性肌症就不会捣乱了。 2017年10月上旬,她如愿怀上了宝宝。 虽然高龄和元柳的子宫性肌症导致她运气挺像环胜,多次出现流产气象, 但这九个多月,来没有那种痛不欲生的腹痛。 她非常喜满意足,而且收获了这么一个可爱的宝宝。 徐穷主任说,刘女士生产后,不亦嫌生命的同时, 还需要和子宫腺肌症做斗争,直至绝经。 子宫腺肌症到底是什么?能根据吗? 为什么要和她斗争到绝经呢? 今天,徐穷主任带广大女性朋友,揭开子宫腺肌症的神秘面纱。 子宫腺肌症是子宫内膜腺体可监制,侵入子宫基层,形成弥漫或局限性的病变,并因至今不明确。 此病毒发生于30、50岁左右生过孩子的妇女,但也有年轻未生育的女性。 这可能与多次妊娠与分娩、人流、关公偷工、慢性子宫内膜炎等有关。 另外还有研究表明子宫腺肌症的发病跟体内磁、孕肌素有关,甚至还与免疫、遗传阶素有关。 子宫腺肌症为何让女人痛不欲生疑痛经,此病可导致女性进行性加重的痛经,也就是一次鼻翼刺痛。 一般在月经来朝前一周开始出现,当月经干净后开始逐渐缓解,严重症真的会有痛不欲生的感觉,严重影响生活,需要服用止痛药才能勉强缓解。 二月经失调,40%到50%的患者主要表现为经期延长,月经量更多,部分患者还可能出现月经前后点滴出血,严重的患者可导致贫血。 三不欲,很多子宫腺肌症的患者都合并有子宫内抹抑郁症,容易引起不欲。 子宫腺肌症能根据吗? 学求主任介绍,本病的主要用药物缓解,也可行手术解除病变或介入,但根据较难。 只有患者绝经后症状方可逐渐缓解。 方案的选择主要根据患者的年龄、症状及生育要求来定。 症状较轻症可以选择在痛经时予以阵痛抗炎药物等对症处理。 对于暂无生育要求及紧绝经器的患者,可以遵医主口腹壁运药或运激素,起到控制子宫腺机症发展的作用。 对月经量大,痛经,暂无生育要求者,可以选择上内含高效运激素的节育器控制以外并造发展,使用某种药物实体内的激素水平达到绝经状态。 从而是一位的子宫内膜逐渐萎缩而起到的作用。 另外还可以用中药条理,中医认为子宫腺机病与鱼血内素有关,而血鱼的形成又与气息、寒凝、气质、痰湿等致病因素有关。 所以再方面,既要以活血化一位原则,又要针对热血形成的原因及虚实的不同。 与以兼顾,手术包括根治手术和保守手术,根治手术就是子宫切除术。 保守手术包括现肌病病造切除术,子宫内膜及基层切除术,子宫基层验明术,子宫动脉阻断术以及底前神经切除术和低谷神经切除术等。 通过介入双色血管,是因为子宫内膜坏死,分泌前列险素减少,缓解痛经,减少月经量,降低复发率,但子宫动脉双色数会影响子宫基乱潮的血液循环,对人生有一定的影响,可能会导致不愿,流产,早产病增加偷工产率。 子宫险基症能预防吗?上面也说了,子宫险基症的病因还不明确,我们预防从诱发此病的可能原因入手,然后就是养成良好的生活和饮食习惯即可。 一不想要孩子,就要做好避孕措施,尽量少做人工流产等工腔内手术操作,有妇科疾病及早就医。 二经期不要做剧热的活动,注意控制情绪,不要生闷气,否则会导致耐分泌的改变。 另外经期应禁止性生活,不要熬夜。 三经期注意保暖,饮食因均衡,不偏食,不宜踏实刺激性或含量食物等。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